请一同起立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是在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 请听我来读 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 正当那时 有几个法利塞人来对耶稣说 离开这里去吧 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耶稣说 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 今天明天我干鬼 医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完成了 虽然这样 今天明天后天 我必须向前行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伤命是不能的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那奉差遣 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荒肠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感谢主的话语 请坐 我们把时间交给 吴俊强传道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 为耶路撒冷哀叹 对 平安 平安 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拿出来 《路加福音》十三章 三十一到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你是多么盼望 更多的人能够来藏在你的翅膀底下 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这样子呼召我们 拣选我们 乃至于我们真的成为你神国里面 神家里面的儿女们 今天我们来听你的话语 我们求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 这份救恩是何等的宝贵 也让我们当中还在悟到的朋友们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他们也今天能够听到你的心意 你多次愿意召聚他们 好像母鸡召聚小鸡那样子 愿你的灵感动他们的心 愿他们都渴慕这份宝贵的恩典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分靠救主耶稣的名 路加福音我们读到现在 我们已经发现 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那你大概都知道 他们是非常的恨恶耶稣基督的 在前面十一章的经文 结尾的地方 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宣告了六个话 还记得吗 其中一个话 提到他们跟他们的祖先一样 都是迫害或者是杀害先知的 在那以后圣经告诉我们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 引动他说很多的话 然后在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 紧接着在第十二章 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 要小心法利赛人的笑 是什么 那就是解冒伪善 法利赛人的笑 今天这段经文 法利赛人突然用一种非常关切的态度 来警告耶稣 看来又是一次的假冒伪善 他们好像很关心耶稣的安危 离开这里去吧 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但其实他们的本性 他们的用意是 想要用这样的消息来恐吓耶稣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希律他到底是谁 我们经常说 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懂得 一国两制的一个国家 罗马的皇帝凯撒 他会允许每个民族 拥有自己的国王来统治他们 而犹大地区的王 并不是神所拣选的 出自犹大支派的正统的君王 而是由罗马政府所委派的 指派的一个假王 本来那个假王 他是我们所说的大西律 那个大西律是 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 他要把所有两岁的孩童 都杀死了一个残忍的大西律 大西律死的时候 他本来所管理的那个地方 分成三个部分 分配给他三个儿子来管理 其中一个儿子也叫做西律 他叫做西律安提帕 就是这段经文所提到的 那个狐狸 那个西律就是 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时候 那个犹大地区的所谓的王 而他负责管理的地方 是加利利一带 那我们知道 加利利在那段时间 先后出了两个 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第一个人物是谁啊 加利利出来的 非常大的影响的是 施洗约翰 而作为在加利利地区 服侍的先知 什么叫先知呢 他就会像旧约的先知那样子 柔则任谴责君王的罪 先知跟君王是互相的 一个监督的 当君王有问题的时候 神就会兴起他的先知 来指责他们 所以施洗约翰 他大胆地指出了西律王的罪 西律王做了什么事情 他首先跟自己的妻子离婚 然后娶了他弟弟 菲利的妻子西罗底 他犯了奸淫 他毁了两段的婚姻 而且圣经说 他还做了很多的恶事 施洗约翰是中心的先知 他不敬畏人 他只敬畏神 因此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就是他被西律 关在监狱里面 最后被西律杀头 加利利地区出现了另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人物 我们都知道 就是耶稣基督 人伟大的施洗约翰 他也只不过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说 我连帮耶稣基督解鞋带都不配 耶稣在加利利地区 他做什么事情 他医病 赶鬼 传道 他所吸引的人 远远超过施洗约翰 耶稣对西律王的地位跟权势的威胁 也远远超过施洗约翰的威胁 既然施洗约翰已经死在了西律的手下 我们可以推断 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 不足以为奇的 因为西律恨他们 恨这两个影响力极大的人 法律上如今来警告耶稣 那个施洗约翰的那个西律王 如今又想要杀你了 在古代的时候 如果一个君王想要杀你 你大概没有什么出路 你大概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反抗 所以这个警告是充满威胁的 君王都要杀你了 你唯一可以保命的方法是隐姓埋名 你选一个地方 销声利己 虽然 显然 这个就是法利塞人想要耶稣去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 他们希望耶稣你从此退出江湖 不要再来传道赶鬼 西律真的要杀你了 然而这个法利塞人所说的事情 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不同的解禁家 对这里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西律确实是想要杀耶稣 因为耶稣在加利利一带的影响盛大 有人认为西律并没有想要杀耶稣 因为西律后来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是非常开心的 他一直都渴望见耶稣 想要看耶稣行一个神迹 不管是哪一种的解禁 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我们在这里可以确定一点 那就是法利塞人正在借用西律的名 来威胁耶稣 他想要耶稣停止公开的服事跟讲道 他们希望耶稣怎么样 离开这里去吧 什么意思 离开远离西律管辖的范围 不要在这个地区做什么事情了 但是耶稣基督他并不惧怕西律的威胁 他将西律形容成什么 你看到吗 形容为狐狸 什么意思 他指出了西律凶残狡猾的本性 你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将狐狸跟狡猾连上关系吗 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们看童话故事都会说那个狐狸非常的狡猾 其中一个原因是狐狸他非常懂得偷鸡摸狗你知道吗 狐狸是这样子的 他经常在人夜深人静的时候 很快的悄悄的偷进你家养鸡的那个地方 他趁家族不留意 一口咬住一只鸡 马上飞出去 然后跳得很高了 马上飞出去赶紧开溜 那个速度快到一个地步 让人无可奈何 你就算看到那个狐狸了 你也拿它没办法 跑掉了 只能够咬牙切死 这个狐狸真狡猾 如果你开枪打狐狸 有一些猎人他们去打猎 遇到狐狸了 开枪打狐狸 砰一声 就算你没有打中 那个狐狸也会趴在地上装死 当那个猎人以为他死了 靠近的时候 那个狐狸会放出一阵的狐臭攻击里 他就趁机的又逃跑了 三十四节耶稣形容自己为什么 三十四节耶稣将自己比喻为 保护小鸡的母鸡 或许他其中一个用意 就是将自己跟西律形成一个对比 西律是一个狡猾凶残的假君王 但是耶稣基督是一个 爱戴子民的好君王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意思在里面 另外狐狸虽然是狡猾的一个掠夺者 但其实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小的 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 狐狸也代表没有价值 地位很低 没有尊贵 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没有人会用狐狸来形容什么 君王的 西律是王来的 没有人会用狐狸来形容一个君王 通常用来形容君王的是什么 什么动物 狮子 强大的狮子用来形容君王 狮子直来直往 不需要什么狡猾的伎俩 在狮子面前 狐狸只是一种低级的动物 狮子不会因为狐狸的恐吓 它就改变自己要走的方向 耶稣基督称西律为狐狸 在这里是表达了他非常蔑视的态度 有人指出 有神学家指出 你读遍了四福音书 这是唯一一个人被耶稣基督蔑视的 那就是西律 唯一一个你找不到其他的例子 当耶稣被捕的时候 他被送到了西律王的面前 西律王刚刚说过了他非常的开心 非常高兴 问了耶稣许多的问题 有人知道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吗 有人记得吗 耶稣怎么回应西律王很多的问题 圣经说他依言不答 一句话都不回答 我们看四福音书每一次别人问耶稣问题 不管是出自好意还是坏意 耶稣基督他都会有所回应 是吧 如果有人试探他 他也会趁着这个机会来讲福音到底是什么 但是唯一一次西律问他很多问题 他一句话都没有回答 当耶稣基督这样子做的时候 他是表达了极度的蔑视 看不起这个人 鄙视这个人 而当耶稣基督没有任何话要对一个人说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人怎么样 他是毫无希望 他是毫无希望的 耶稣代他如死人一般 不回答他 将来在天上审判的时候 耶稣基督会为先知们 那些被西律所杀的先知 施洗约翰或者其他中心的先知们 耶稣会为他们竭力的辩护 但是耶稣基督对于那些杀害先知的仇敌 他视之为无误 他不会跟他们说什么话 除了审判的话 那个就是耶稣对他仇敌的态度 在西律的身上彰显出来 因此耶稣他毫不犹豫地叫法利赛人 去告诉西律说 今天明天我感鬼治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好像听起来 耶稣是认为法利赛人跟西律怎么样 好像有点关系是吧 你可以去告诉 你们是一党的 你可以去告诉他 对于法利赛人所说的威胁 耶稣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妥协 他要继续地赶鬼治病 这些事情其实自从他从加利利出道以来 他一直在做 这些事情发挥什么作用 大家还记得吗 还记得神迹有什么意义吗 神迹是什么 这些事情他都是一个sign 还记得吗 还是一个记号 神迹是一个记号 要指明神的国 必定会胜过撒旦的国 神的国已经来了 是一个记号 而当耶稣基督他治人 他治好人的病 治好人的伤的时候 他显明自己 有能力将人从堕落的情况当中 流转过来 人身体的复活 在那个时代 人身体的复活 是预告着将来 耶稣神身体的复原 是预告着将来 他们可以有身体的复活 将来他们可以得到 不能朽坏的荣耀的身体 只要他们接受神的国 将来会有复活 耶稣基督借着神迹 让他们愈长 愈先看到那个景况 这些事情 耶稣他说 他会一直地做下去 一天一天地做 什么时候做 今天做 明天做 第三天继续做 按照他自己的节奏 行他自己的道路 走向他要去的终点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事情成全维维维 因为他来地上的使命 他说 是要遵行那 猜他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 才完成那个工作呢 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吗 直到他说 成了的时候 当他在十字架上 他说 it is finished的时候 那个就是他做成 猜他来者的功的时候 这里提到第三天 大概不是指 耶稣的复活 大概不是 今天明天第三天 或者下一句 所谓的今天明天后天 只是当时的一种习惯的用语 用来形容一段 比较短的持续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 他不会一直地持续下去 而是有结束的一天 耶稣在座的使命 他已经去哪里了 他已经去耶路撒冷了 还有不多的日子就要成全了 没有人能够阻止耶稣的 没有任何的拦阻 能够眼还他自己的进度 没有任何人能够使他绕路 没有任何的恐吓 能够使他躊躇不前 他必须往前走 今天明天第三天 一直地往前走 弟兄姊妹 读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跟耶稣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就是我们面对威胁的时候 经常是缺乏勇气的 我们面对威胁的时候 经常是缺乏勇气的 我们经常将胆怯 美化成一种合乎情理的抉择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地方宣教 在一个地方服侍 感到威胁 可能还不是真的有威胁 感到威胁 我们很快就会说 啊我们离开这里吧 因为神在这里 关上了福音的门啊 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呢 耶稣他继续地往前走 在我们面对人的抗拒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退后 我们说 他的心太刚硬了 时候没到 让我继续地等候合适的时间 然而我们看耶稣基督 他总是迎着人的抗拒 他总是迎着可能的威胁 或者是实在的威胁 他都是前进的 因为他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对他来说 完成使命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耶稣基督就像什么 如果你喜欢跑步 耶稣基督就像 第一个完成马拉松的那个人 他一直跑一直跑 他所跑的是一条报喜性的道路 传福音 传讲好消息的道路 他一直跑 他不会停下来 直到他跑到最后的终点 将那个消息报告完了 而那个时候 也是他生命结束的时候 虽然耶稣他不怕西律 但他跟西律 这里很巧妙 你看到吗 他跟西律在墓地上 很巧妙地达成了一致 三十三节他说 虽然这样 今天明天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是不能的 耶稣的意思是 西律 你放心吧 我会远离你所管辖的范围 我会去游大地 但是不是因为我怕你 是吧 不是因为我怕你 而是因为我的计划 本来就是要去游大地 我的时间有限 而且我必须按照神的时间 往神所指示的方向走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 对于理解路加福音 或者其他福音书 非常必要的 很重要的词 必须 你要记住这个词 每次你看到必须的时候 你要留意 必须 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day 英文一般翻译成 it is necessary that it is necessary that 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经常使用这个词 来表达某件事情 对于救恩计划的实现 是必须的 一定要做的 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 耶稣基督十二岁 上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 那一次还记得吗 耶稣跟他的父母失散了 约瑟和玛利亚回头去找他 最后在哪里找到他 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的那句话 我们很难理解 耶稣这样说 你们为什么找我 父母跟孩子失散了 非常的恐怕 非常的恐惧 非常的贪心 去找耶稣 结果耶稣第一句话是 你们为什么找我 说完之后他说 下一句很重要 岂不知我必须 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 耶稣来世上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 十二岁的时候 已经知道他必须遵守父的旨意 神学上来说 我们会这样子讲 耶稣是要遵守 那个三位一体 在永恒当中所立的救赎之约 我再说也是 神学上来说 耶稣是要遵守三位一体 在永恒当中所立的救赎之约 救赎之约 什么是救赎之约呢 简单来说 是三个位格在永恒当中 所定制的那个救赎的计划 那个救赎的计划 那个是天父的计划 但是同时 圣子跟圣灵 他们同意 同意执行 所以这个也是 圣子跟圣灵的旨意 三位一体共有一个旨意 而按照那个救赎之约的条文 是这样子的 父起头 子顺从 圣灵执行 父起头 子顺从 圣灵执行 共有一个旨意 当圣子 道成肉身 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就是必须执行 这个永恒当中 已经定好的计划 这个是圣子在永恒当中 答应要做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必须去十字架 因为他在永恒当中 他答应了父 你所制定的计划 我必须 我必须 所以他必须要前行 路加福音第二次出现这个词 他讲得更加明白了 他说 人子必须怎么样 受许多的苦 必须被长老 祭司长 文士 弃绝 而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都是必须的 都是永恒的计划 耶稣告诉我们 这些事情 是在天上早就预定好了 是必定会发生的 人子来 就是遵行父 已经制定好的计划 这里是第三次出现 耶稣说 他必须前行 按照定好的计划 他必须在耶路撒冷受难 所以他的受难并不是一个意外 他一直都知道 这是必须发生的 如果他不经历受难 我们就没有希望了 每一件必须的事情 耶稣都义无反顾的去做 那个就是他对父所献上的 完美的 个人的 精确的 完全的一个顺服 他必须前行 尽管他知道明天 后天在耶路撒冷等待他的是什么 是死亡 是实际上 他必须前行 今天 明天 后天 每天都必须前行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个死刑犯 他前面有一个断头台 他每天都必须走十步 靠近那个断头台 你能想象他心里面的心情是怎么样吗 可能他每天都会比昨天更加的绝望 更加的恐惧 可能他双脚颤抖 他就不愿意前行了 如果你前面有个断头台 你要往那方向走的话 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典故 叫做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典故 耶稣基督像 耶稣基督就像一个 完全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以撒 他亲自背着献祭用的木头 他往摩利亚山的方向走 就是格格踏山的方向走 当时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 他说 请看 火跟彩都有了 但是现番祭的羔羊在哪里 亚伯拉罕不知道怎么回答以撒 他说 神必自己预备做番祭的羊羔 以撒所预表的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却没有问这个问题 他却没有问 父啊 现番祭的羊羔在哪里 因为他早就知道 这一次 谁是那一次的羊羔 他自己 就是那一次的戴罪羔羊 连以撒不用被献上 都是因为 耶稣基督 成了那一次的羊羔 他自己背着踩 往着献祭的方向中 我想耶稣基督心中 他一定是充满了agony 痛苦挣扎在他心中 无罪的他要成为罪 那是多大的痛苦 多大的挣扎 然而他依然坚定的前行 耶稣基督的勇气 源于哪里 勇气总是源于爱 勇气总是源于爱 他的勇气是源于 他对父的爱 以及他对我们的爱 是这样子的爱 让他往前走 死刑犯走向断头台 是多么的不情愿 但是耶稣基督 他却以一种 英勇就义的姿态 为我们而走上十字架 然后耶稣他进一步解释 为什么必须是耶路撒冷 为什么必须是那个地方 除了那是父所定的地方以外 原来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在里面 那就是 先知不能在耶路撒冷以外 丧命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可能听过耶稣基督的三重的职份 哪三重职份 他是君王 他是祭司 他是什么 他是先知 三重的职份 如果要找直接的经文 来证明耶稣是先知 你记得这一节经文 最直接的 其中一节 耶稣他自己说 他是先知 他跟众先知认同 我相信众先知 当他们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他们会在耶稣的认同当中 得到莫大的安慰 因为他们所经历的迫害跟杀害 他们的主 竟然也要来跟他们有祸同当 自从亚伯到撒加利亚 以及施洗约翰 他们的牺牲都预表着 主耶稣基督他的牺牲跟救赎 但是现在 他们的主 也来跟他们有祸同当 而因则这些先知 有耶稣基督跟他们有祸同当 他们也可以跟耶稣基督怎么样 有福怎么样 同享 所以在上个礼拜的经文 二十八节 如果你还记得 耶稣预言 他怎么说 你们要看见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和谁啊 和众先知 都要在神的国里面 有祸同当 有福同享 耶稣跟众先知也成为了心悦的门徒 也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我们要做的是忠心的使用神的恩赐 做他所交托的事情 直到你跑完你当跑的路 忠心至死 你又怕遭到别人的弃绝 你又不像先知们那样敢于传讲真理 或是你不敢在人面前任耶稣基督为你的主 那么 你也不能跟耶稣基督有福同享 当人子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他说他也必不认你 许多忠心的仆人 都是死在耶路撒冷 他也必须跟他们那样死在耶路撒冷 你看到耶稣 他跟先知们的联合是何等的深 我们知道今天当我们离世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希望跟死去的 我们所爱的家人 埋葬在一个地方是吧 也表示我们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 很亲近的 同样 耶稣基督他也要死在耶路撒冷 表达的也是这么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上命是不能的 我的仆人都在这里上命 我也要在这里上命 多深的一种年纪 耶路撒冷按照他的名字 本身应该是一个平安之城 在犹太人的百姓当中 那是最圣洁的城 最宗教的中心 但现在耶稣说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杀害先知的中心 耶利米书26章记载了 有一个叫乌利亚的先知 被犹大王约亚尽用刀所杀 历代之下24章 有一位叫做撒加利亚的先知 在耶路撒冷 而且在圣殿里面 被犹大王约亚尸用石头扔死 都是死在耶路撒冷 耶稣基督对耶路撒冷的爱 是何等的深切 乃至于他对耶路撒冷发出了一个哀歌 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召聚你们 聚集你们 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他将耶路撒冷抵御为神的子民 迫害先知 杀害先知的罪 不是归在某个君王身上 乃是归在整个民族身上 因为是整个民族都在拒绝神的先知 百姓的叛逆 伤透了耶稣的心 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 在犹太的语言里面 谍词是表达了强烈的情感 谍词往往是带着眼泪带着叹息的 当大卫听到他的儿子 压撒冷的死讯的时候 他是非常痛心的说 压撒冷啊压撒冷 我儿啊我儿 当耶稣基督看到马大 还记得吗 马大为很多的事情囚犯的时候 他用爱来辅导马大 他说马大啊马大 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经历父的离弃的时候 他依然是用爱来呼唤神 呼求神 我的神啊我的神啊 所以他这里表达的是对百姓强烈的爱 连他钉十字架都是为了耶路撒冷 尽管他们在过去多次的拒绝他的仆人 就是常杀害先知 用石头扔死他们 然而耶稣依然多次的愿意聚集他们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耶稣他将自己跟对百姓的爱 比作母鸡对小鸡的爱 母鸡保护小鸡的方法 是将一群的小鸡藏在自己的翅膀底下 在我预备讲道的时候 我是特意上网找了一些视频来看 母鸡她到底怎么样保护小鸡 都是非常感动的视频 其中有一个视频是这样子的 有一只母鸡本来跟一群的小鸡 在野地里面找吃的 找捉虫子之类的吧 忽然间倾盆大雨 周围都没有房子 他们来不及找地方避雨 结果怎么办 母鸡赶紧张开翅膀 将小鸡招聚在自己的翅膀底下 你会看到 在底下有很多小鸡的鸡爪露出来了 在那里 都在母亲的翅膀底下 那那个母鸡呢 她就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临着大雨 一动不动 似乎要等到雨停为止 她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洛汤鸡 另外一个视频 有一条蛇 它钻进了那个鸡窝里面 母鸡跟小鸡都非常的慌张 非常的害怕 那个时候怎么办 小鸡们吓得第一个反应 就是钻到母鸡的翅膀底下 那个母鸡它自己也是很怕 但是呢 看到那条蛇慢慢地过来了 它就一下一下地去 捉那个蛇的头 捉了非常地准确 都是那个要害的地方 那个蛇看到这样子 它是想要过来 想要到母鸡的后面 去捉那些的小鸡 母鸡怎么样 母鸡就转过头来 对着它 不让它要到后面去 毅然地一下一下地捉它 捉了几次之后 就击退了蛇 非常的勇敢 非常的有智慧 母鸡保护小鸡的画面 都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在翅膀底下 儿女们得到了温暖 不用淋湿 不用寒冷 她们得到了安全 得到了保障 弟兄姊妹 朋友们 这就是神想要跟你所建立的关系 在诗篇里面 诗人多次地表达 自己渴望投靠在 或者藏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 以此来表达神跟人立约的关系 让人觉得惊讶的是 耶稣这里这句话 是对那些叛逆的子民说的 他知道这个城市有多邪恶 他知道这些人不久将要处死他 但他的心意依然是拯救他们 多次愿意聚集他们 这样的保护也不仅是给耶路撒冷的儿女 这样的保护也是给一切困苦流离的 走投无路的 破碎的 受伤的 被捆绑的 邻里贫穷的 尽管你以前抵挡他 他还是愿意招聚你 你来就可以了 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可以像诗篇十七篇那样子呼求神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我眼中的同仁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阴下 如果你渴望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保护 你也可以像诗篇六十一篇那样子呼求神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面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底下的隐蔽处 耶稣基督已经预备好欢迎每一位了 你看看十字架的那个动作 十字架就是他张开翅膀 好像欢迎你的那个姿态 只要你愿意来到十字架底下仰望耶稣基督 他的保险就可以遮盖你 保护你免受那最可怕的危险 他在上面我们在下面 全都为我们挡住了 他多盼望每一个人都赶紧躲到他的翅膀底下 救主愿意招聚得罪他的人 这是一个多大的好消息 耶稣的心意 这是耶稣的心意 这是他用生命所换取的机会来的 另外在这里 耶稣也是为教会 也是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我们从他身上学到 我们该如何来对待迷失的罪人 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他张开双手欢迎罪人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反过来 伸出双手推开罪人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他遇不到耶稣 是因为我们的拦阻 神学家认为教会是神的恩典 最其中的地方 神拯救人往往是通过教会来拯救人的 弟兄姊妹 教会能欢迎所有人来听福音吗 你讨厌的那些人 你会邀请他来教会吗 你觉得对你 让你不舒服的那些人 你能欢迎他们来听福音吗 教会能否代表耶稣基督的翅膀 将人遭聚在底下 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容易的没有一个快速的答案 那是我们要思考寻找解决的方法 但凡承认自己需要耶稣的 都会迫不及待地 钻到耶稣的翅膀底下 在这个世上 每天都有人听到福音 每天都会有人认罪悔改 相信耶稣 然而更多的人是拒绝了耶稣的救恩 耶稣用了短短几个字 耶稣用了短短几个字 来表达他心中莫大的哀叹 短短几个字 只是他们不愿意 当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亲自的奔波劳碌 呼召人们悔改 他将自己舍弃 献给人们 他跟人们说 我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他甚至说 来吃我的 他甚至说来吃我的肉和我的血 他说 让我为你洗脚 我若不洗你的脚 你就与我五分了 让我们不要忘记 耶稣基督他是谁 我们又是谁 我们算什么竟然得到他的眷顾 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以这样的谦卑的态度来服侍我们 他牺牲他自己 他为什么需要遭到别人的凌辱 殴打 跟酷刑 他根本不需要做这一切的事情 他本可以直接坐在宝座上 审判跟毁灭一切悖逆的 不愿意悔改的罪人 他不需要多次 他一次你听不听就算了 他不需要多次召聚他们 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无价的 弟兄姊妹 你要用全世界的财富 你要用亿万人的灵魂 想要换取耶稣基督的生命 都是不配的 然而这样的生命 无价的生命 竟然白白地赐给人类 而且他还很低姿态地 不断地呼召人类来领受 只是他们不愿意 黑色礼拜五快到了 我们知道又有很多人通宵排队 疯狂地抢购他们心中的宝贝 然而在世人的眼中 他们都看不到真正的宝贝在哪里 你会拼命地跑去排队 你不会拼命地钻到耶稣基督的翅膀底下 只是他们不愿意 当我们对家人传福音遭到拒绝的时候 我们不要上智 我们是何等的心碎 是的 耶稣基督也明白那种心碎 因为每一次人们拒绝福音的时候 他们真正拒绝的是谁 是耶稣基督 每一次我们心碎的时候 耶稣基督都跟我们一同经历那种的心碎 而且他比我们更深 因为他对人的爱 甚至对我们家人的爱 都是超过我们的 人既然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保护 那么他们自己 就要自己来承担 将要来的祸害跟审判 耶稣对耶路撒冷说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 留给你们 不管这里预言的是实在的耶路撒冷 还是预言耶路撒冷所代表的 以色列的百姓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 是吧 因为耶路撒冷的命运 总是跟犹太人的命运连在一起 既然他们不愿意接受主的保护 那么主就不能再保护他们 也不再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我们知道几十年之后 圣殿就会被罗马帝国所毁灭 那个惨况就像耶稣所预言的那样子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 而且又有一大批的犹太人被掳了 再往后一点 主后一百三十一年 犹太人他们爆发了起义 罗马帝国忍无可忍 发起了可怕的镇压 当时是屠杀了几十万的犹太人 到了近代 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 他们经常是很多犹太人被屠杀的 然后那个罗马帝国将剩余的犹太人 全部都驱逐出境 告诉他们不要妄想再夺回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对你们来说变成了一个荒场 而两千多年来犹太人都过着流亡的日子 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的审判 你留意他并不是这里的结语 他还有一句 他说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所谓不得见我的意思是 耶稣不再与百姓同在 耶稣基督是谁 祂是以马内力 什么意思 神与我同在 所以当耶稣不跟他们同在的时候 意味着神也不再跟他们同在 然而耶稣并没有否定 他们还有回转的机会 他们还有悔改的机会 他说当你说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 你还有机会 这句话是出自诗篇118篇 只要他们真心的接待 从神而来的基督 他们就会再次经历神的同在 你知道吗 就在路加福音 后来百姓竟然说出了这句话 你想都没想到 百姓竟然说出了这句话 在什么时候 有人知道吗 就在过一段时间 就在耶稣基督以君王的身份 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百姓非常的开心 他们呼喊说 和撒娜 和撒娜 和撒娜归给大卫的子孙 然后他们怎么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以为他们终于接待耶稣了吗 原来只是一次美丽的误会 他们以为耶稣奉主明来 是帮助他们对付罗马政府 没有想到耶稣奉主明来 是要对付他们的罪 就在他们大声欢迎耶稣 过几天之后 他们咬牙切齿地 要钉他十字架 果然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是不能的 但尽管这样子 耶稣依然给他们机会 耶稣依然给我们机会 弟兄姊妹朋友们 你已经清楚认识耶稣了吗 我希望你不要像犹太人那样子 误以为耶稣来 是要帮你满足你自己的某些愿望 可能是复国 可能是身体得医治 可能是工作不错的环境 不要误以为耶稣来是要满足我们的某些愿望 我希望你明白 耶稣来是要拯救你脱离罪的捆绑 以及将来的审判 那个是他来的目的 那个是他必须要成全的事情 如果你已经明白 如果你已经明白 你是否真心的说这句话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成诵的 我为你祷告 我希望耶稣所说的那句话 只是他们不愿意 这句哀叹的话 不是对你说的 我希望这句话不是对你说的 我盼望你能够像小鸡那样子 赶紧躲到耶稣的翅膀底下 让我来为你祷告 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 悶心自问我们算什么 竟然得到你这样的慈爱 谦卑的眷顾 你本是天上的君王 你本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宇宙的主宰 你竟然谦卑的来到地上 将你最宝贵的生命 献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主啊 你召聚我们 若不是你召聚我们 我们根本没有机会 躲到你的翅膀底下 你爱我们这些 曾经得罪你的人 甚至为我们舍命 让我们在你翅膀底下 能够逃避最可怕的事情 最可怕的审判 主也帮助我们 去反省我们的日常生活 是否真的如这里所描述的那样子 我们藏在你的翅膀底下 主我们是你的儿女 但我们是否活得像一个孤儿那样子 总是想要靠自己 总是觉得说 我要自己来 掌管我自己的命运 如果是这样子 主啊我们向你认罪 求你赦免我 我们也为我们当中 快要洗礼的弟兄姊妹 或者还在目到的朋友们 主你的灵亲自感动他们 让他们看到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宝贝 多好的一份礼物 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 我们如果靠自己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标准 然而主啊 你的爱就显明在 当罪人低档你的时候 你依然招惧我们 依然欢迎我们 依然保护我们 因此我求你的灵 感动他们 让他们也坚定的相信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 这一段宝贵的经文 我们这样祷告 还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 阿们